另类的歌声夸张的造型让大众给予了吴莫愁 姚女 怪咖等分号 也许没有几个人能想象得到 那个长相和唱功均并非很突出且姚女味十足的吴莫愁 在近一年后能取得突破性成绩 有传她们出场费也逐渐较至45万 直逼内地一线明星 可以说吴莫愁在这大半年中是横扫了娱乐圈和时尚圈 被誉为李雨春之后的新一代选秀女王 近日刚刚发行新歌的吴莫愁 被传出几调扬秘成为某知名品牌的代言人 同时还有网友曝光了这份天价合同的截图 在筹金 奖金 税金这一栏中明确写着 吴莫愁将通过这一代言获利1000万元人民币 令业内人士都为之炸舌 对于这份被曝光合约的真实性吴莫愁笑颜我不清楚了 不是我签的都是公司在运作 而且就算是这个数字也要按比例分成的啦 对于如今的成就 吴莫愁很多时候都会把功劳大方地推给10 他并不怕两人曾经的十身面传闻折地舞重来 毫不避讳地透露 他从师傅那里得到了曾经失去的父爱般的疼爱 又像做梦一样得到了偶心的T鞋 从好声音的比赛到各大商演一路陪伴指点 直到他能在舞出我人生中鼓挡一面 就是一种双重的幸福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样子